因為陸客團火燒車事件 讓許多人注意到旅遊業 壓低成本的一條龍經營模式 而保德利國際董事長張亞利 就是這個模式的催生者 這裡是台灣 在這裡遇到的每一張親切笑臉 張亞利在2004年就開設 台灣第一家以陸客為主的購物站 初期她大方分院給旅行社 在政府開放陸客觀光後 一條龍模式便業績大爆發 每天至少有800名陸客上門 她也被同業稱為購物站天后 後來她又入主一家電路板公司 轉型為保德利國際 找來名媛何立林 藝人白冰冰 及一些法界明代人士入股 三年前她更以中華觀光 精品產業協會理事長的身份 推動低價購物團行之多年的 佣金補團費合法化 不過也許是數大招風 近年來張亞利也曾傳出購物店 涉嫌逃稅 以及她捲入基隆市議長 黃錦泰涉灘案的爭議事件 而這次的火燒車 更讓她又成為關注焦點